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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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今天就是 想說做一點 這種學習的 講解一下 GTO的邏輯之類的 我們就先進到我們 就是我們的第一首 反正就是GTO Wizard Small Blind 3-Bet Button 我其實不太知道 Preflop長什麼樣子 我確認一下 Preflop 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OK Button Open 非常合理的範圍 Small Blind 3-Bet到 12BB有點大不是我習慣的Size 然後3-Bet Combo 基本上跟我差不多就是 玩一個3-Bet with 4我比較喜歡的範圍 然後這個Call Range 也是跟我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 可能我這些牌會全扣啦 但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覺得算稍微緊 然後 很合理的範圍這樣 那我們就先來 看一下 反正這裡 King Jack是 如果是Monotone 不是Monotone 如果是Rainbow Flop如果是Rainbow 我們這裡應該是只有Small Size 然後 如果是 有Flust Draw的情況下 我們會更減向使用大尺寸 因為我覺得可以攻擊 這樣我們S-King 假設在King Jack是Rainbow 我們S-King 比較不用怕 太多的Turn Card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S-King 我們就很希望我們能 跟他 在Preflop打光 我們有AA 我們就 喜歡在Preflop打光 就是我們的 在Flop的Nots 然後 在Reverse Nots的機率變低 所以我們更傾向 把這些脆弱的槍牌 盡快的把錢全部投入底子 這其實還蠻有趣的就是 今天你的SPR如果越高 就是像假設這是一個Single Race Pop 我們假設有這種 脆弱的強牌 有時候反而是不想要投入底子 因為你會膨脹底子太快 就是你會很長的時候 看著一個很大的底子 然後手牌不夠強 然後會給對手攻擊我們的機會 但這種情況下 就是這種低SPR 我們這個SPR只有不到 3點多而已 其實我們如果Big Bad之後 幾乎所有的Turn Card 我們的S-King 都還是蠻有機會跟他打光的 然後我猜S-Queen會是一個 蠻合理的Bluff 然後我覺得 Small Size Big Size都可以 我猜會有更緊向 Small Size 然後幹重大隨便打 我覺得我們A-S- spot 可能會更緊向Check 因爲 我們Flop Big Bad它不太能去 FLOW A-7 紅星 但絕對可以FLOW A-7 spat 它還有A-spat會怎樣答 我們可以想想看 它有A-spat會怎麼答 它有A-spat可能會想Bit 所以如果它沒辦法 A-spat它可能就會更想Check 所以我們把這個放進betting range 我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但就 想想看 然後我們的bet size 我覺得check也絕對可以啦 看bet這個size超智障的欸 所以我們bet這個size喔 但Solver可能會選擇 不一樣 他可能會選擇那個很智障的size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能 我們可以看一下flop 應該是 對啊 小size跟大size都可以 然後Squeen就是一個 全然的mix 有spade會更傾向bigbet 其實還好 他比較喜歡qspade 那可能我覺得 因為qspade可能bigbet可以被aspade扣 被aspadeallin 邏輯應該是這樣 然後 turn 我覺得turn比較有趣 我們剛好選到對的 對的選擇 假設我們沒有aspade 我們就會傾向於bigbet 然後趕快在這個turn上打光 只是這個就是比較難的是 你到底要怎麼去升這個qq炸弧 就太難了 Qt炸弧 就是很多人根本就升不出來 實戰上我可能也不會選擇 這個bigbet的size 然後 就是check跟smallbet都蠻合理的 OK所以我們這裡 Squeen帶spade會想blockbet 是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假設我們這裡bet big 對手有aspade 的牌要自己all in 或是要扣 或是至少會比較痛苦 還有a4 a5 a8 a9都是一個 就是要扣要4 就是0EV啦 這個EV就變0 我們可能要攻擊這些牌 然後sjack s10 支付最多 這個還蠻有趣的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bet1分之1 只是我們這個 這手牌最prefer的bet size 應該是1分之1 因為這是一個簡化版本 如果這裡有1分之1 我會選1分之1 但這裡沒有1分之1 然後1分之1對kingjack來講 不是不行 但是我覺得會mix到1分之1或track 就是 3分之1bet 對kingjack這種牌來講有點太大 對於AK2來講 假設我們只有這些bet size選擇上 一定要有check in range 我覺得 如果是1分之1或是1分之1 勉強可以range bet 然後我覺得這手牌可以先要check in range 這種K我不太會打 我們有所有的Kx checkflop 我們所有的Ax 但是我們有SKey我們不會trackflop 我們有AA不會trackflop 我們有AA會trackflop 我們AA會trackflop 我們KK有機會trackflop 我覺得這手牌很簡單欸 我覺得就是 Bigbet欸 我覺得有其他打法 Bigbet自己all in 我自己是會這樣子打 我覺得 我覺得 看一下我們有沒有任何 flop可以選擇check 可以選擇bet 就一樣 如果我們是選擇1分之1 或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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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幾乎bet整個range 那要選擇這麼小的原因是因為我們 在AK2 假設我們有QQ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的overcard要蓋掉 就是我們根本 不需要去deny任何equity 然後我們整體範圍中 假設對手有67 對手有78 對手有89 甚至對手有 9J 你bet1分之1 跟bet1分之1 一定是1分之1 可以攻擊到他嘛 那他太多這種牌 那他的縮小對子面對1分之1 也都會比較不舒服 面對1分之1 就是他可能 這些牌都更有理由蓋牌啦 但 你打越小他就會越痛苦 然後turn的話 blockbet或75%都可以 然後river就是all in 他各個size都有選擇啦 只是我喜歡打他簡單一點 我覺得是個float2over 我們有2overcard 等於是我們幾乎就有 呃 6張out 然後他有99啦 我們就有6 25%的equity 然後加上後門瞬 只是這手牌我覺得他是個mix 因為 我自己覺得會是個mix 我覺得 任何的queenjack都是 call吧 然後QT剛好是這一組 我覺得會進到mix啊 呃 我覺得call不會錯 選擇call 然後我們現在在turn上 我們選擇要不要去bluff我們的手牌 我們 check turn bet river的意義比較低 因為我們現在bet他對手有 king queen spade 應該會選擇check fall 或者是 呃至少不會選擇check call 我覺得有可能會選擇check race 但是應該就是 我們這手牌應該是幾乎都要bet 對手 我們這張梅花其實是比較好的 因為對手會選擇cbet他的 queenjack spade 然後去 去 更有 就是他會去cbet queen jack 梅花 然後去bet turn 因為他的fall equity更好 因為我有 就是 假設你對手有梅花的時候 我們就更有機會是有黑桃 然後 紅心 diamond要來fall turn 但當對手有黑桃的時候 我們會有更多的梅花 但是我們flop 我認為這副牌在flop的頻率上 就是會有機會是蓋牌的 所以 我們 假設我們是small blind這個玩家 我們在bluff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有 上面的這些後門float 我們希望他coflop qt spade 然後fall turn coflop 一些 kthart 然後fall turn 但是 有梅花就比較少機率 fall turn 假設small blind這裡有梅花 就是不會阻擋到我的蓋牌範圍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bluff combo 然後我們沒有理由去bet big size 當然我們這裡 唯一會想bet這個size的排類是jj 類是qq 但是我認為 整體的範圍我們有9966 7x8x都想bet這個size 然後對手要自己去升一個check raise range 然後我們這裡river一定是 你可以argue說有其他的 例如bet 41 然後 這是check100%欸 give up 我們錯了一手 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對手本來就不應該small bad那麼多啦 這個small bad 沒有太大意義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你在這裡可以其實 可以知道 big bad with check 因為 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根本沒有一手牌是真的很想small bad 然後只有88 所以 你其他的牌 你選擇去過牌或者是big bad EV都一樣 你不需要去升一個這個20%的small bad range 讓你的策略複雜 反正他small bad我們的QT 對我們的QT 梅花是一個coco4 所以就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在 small blind 在選擇double bad的時候 會更願意去bet 你看他的所有的梅花都去選擇下注了 但他會去check一些space check一些heart 他會有更高頻率的去下注他的梅花 那當對手選擇check之後 我們贏了 QT 我覺得QT應該是個100%的下注啦 他這邊是選擇big size 這我不太懂 這應該他選擇big size的原因 是因為跟 對手flop的small size應該有點關係 因為 呃 他這裡的理解應該是 我們這裡想下注的牌都是 想要跟對手打光100BB 我們這裡最弱的value range是 76 對我們最弱的下注range是76 然後他這裡76就明顯 他就覺得 我們的對手在small bad之後 check 我們的76是強到可以跟他打光 66也強到可以跟他打光 我們的66big bad 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選擇all in 我們的66是bad4嗎 是個bad4 好那所以 這應該是應該跟對手的flop的 因為這是 GTO wizard嘛 他下注small bad 然後check turn之後的範圍就是很弱 66就是非常非常強的牌 big size 我在想辦法蓋掉 s king as queen的ax2高張 我自己的想法small bad 應該要 要繼續跟住 沒有這裡的重點是 你的value part 到底是 長怎麼樣 這裡 他很明顯就是66已經強到可以去big bad 在很多牌面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使用這種 低牌面 flop small size strategy 在很多時候 呃 你其實你要去做的事情 應該是你要去deny對手equity的同時 不想要投入過多的死錢 因為你選擇big bad 的好處就是 呃 就是你可以 去all in river 或是把 錢丟到底是中間嘛 啊你選擇small bad跟big bad 假設我們這裡bass1 3分之1 對手有2overcard 他只有6張out 乘以2 所以他只有12%的equity 但是我們 去給他 他需要跟住 1 3分之1下注 需要25%的equity 所以他也是不夠的 他就是 他還是一個bluff catcher 那你size up的原因 只是因為你的value part 變 強了 就是對手的範圍 更弱 然後我們可以去加到 我們的value下注 我覺得你可能也沒有要打出那麼多啦 反正我們small bad 我自己會傾向選擇的就是small bad 因為我也不覺得 我也不覺得實際上使用big bad 會真的好很多 那麼River是7 怎樣子 Seal of Diamond 他其實對手的範圍有很多7啊 我其實不知道耶 也沒有啊 66 7 7 8 8 為什麼我們這個queen time不是個bluff 為什麼不能bluff這個 太強了 可能我們alwaysbluff這個會bluff太多吧 我其實不會在意這種River combo 反正這裡就是 就是 在實際上我們的River 絕對不是我們去bluff哪個combo 最好哪個combo EV最高 就是你背下去 你背這個part size 有沒有50%的for equity 沒有你就不要bluff 或是你沒有你就是要underbluff 然後 有的話你就是 就是所有牌 這裡的JATQT 全部都去下注 反正對手只要 扣不到50% 我們就是一直瘋狂all in 你看對手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best size 他要抵抗50% 然後實際上 他只要是55% 他如果是扣55% 我們的所有bluff都會 都會拿掉 他如果是 fall超過55% 然後我們的所有的 就是所有的ear都會去bluff 反正這就是River decision 我不會看太多 我們就會看到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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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